半岁AMD在CPU和GPU方面的双重发力 的确给NVIDIA和英特尔造成了不少麻烦 虽然在GPU方面老黄似乎还能招架得住 但在CPU方面英特尔目前已全面溃败 为了缓解现在的尴尬局面 英特尔最近也是将11代酷睿和新款游戏独显的消息放了出来 至于具体情况如何 下面就先跟着超级客一起来看看吧 早在今年9月份英特尔就已经在11代酷睿移动端的发布会上 公布了三款基于XE架构的全新GPU 其中XE LP系列也就是96EU 是专门为Iris XE核显准备的 将会用在即将公布的11代酷睿桌面机处理器上 至于另外两款就是单独为独立显卡而设计的 其中一款是定位为入门级 代号为DG1 而另一款就是专门为游戏爱好者们设计的 代号为XE HP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关于这款全新游戏独立显卡的规格参数 也相继被披露了出来 据爆料者艾比斯卡称 他在CSoftware的数据库中找到了这款XE GPU的部分参数 具体XE GPU将拥有1024个流处理器 搭载了128座SM单元 显存评论有1.4GHz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英特尔已经公布的Iris XE核显和DG1入门级独显 都将拥有768个流处理器 所以从这些参数上来看 英特尔这款独立显卡已经具备了游戏本的入门级规格 但应该不会与老黄的三列系和Sumar的RX6000之间形成竞争 然而就以核心相比的话 XE GPU将会比GTX1650的896个CV.A核心还要多出128个 那么这款GPU的理论性能应该会比GTX1650要强 至于其他方面暂时还没有太多消息 另外英特尔副总裁Joyne日三在Media上发布博文 已经确认第11代扩热桌面器处理器将于2021年第一季度正式发布 代号Rocket Lake 当然这也是近几年来英特尔首次公开Rocket Lake系列产品的发展进度 但也变相说明了Sumar的锐龙5000系列确实给走了压力 除此之外根据此前消息称Rocket Lake的一大卖点仍是顶级游戏性能 除了继续为最苛刻的游戏提供卓越的性能和稳定的平台外 还将满足从休闲玩家到发烧友的各种需求 另外也会全面支持PCR1 4.0技术 虽然隔壁AMD早已支持了PCR1 4.0 但对于英特尔来说这是在出面基础理器上首次支持的技术 此外它将延续Comet Lake的LGA12插槽 集成最新的XE架构最高核心数为8核心 但也可能是最后一代支持DDR4内存的处理器了 由于去年年底才全面赏识10代酷睿 肯定没有一根英特尔再来什么实质性的价值 不然以牙膏上的要性也不至于这么快就公布11代酷睿 看来英特尔也意识到有些牙膏确实挤不得 所以从多方面消息来看 11代酷睿应该会有不少提升 至于能提升多少还要看这次的制作工艺了 如果仍采用14nm++加工艺的话 那么在功耗方面同样也会不尽人意 但如果采用了10nm工艺 那么在功耗方面应该会有一个很好的改善 毕竟英特尔的10nm可以与AMD的7nm相媲美 所以大家觉得这次英特尔还会是牙膏吗 欢迎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上留言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们下期再见